2月12号知名演员古天乐及毛顺鸡摸姐等一众电影人在尖沙嘴文化中心参加第38届电影金像奖公布候选名单的记者会 摸姐表示下周将会连同金像同行拍摄组参加关注集成学童教育的宣传活动 会探访一个贫穷家庭并教小孩子煮饭给他的父母吃 让小朋友从小学会在行动上表达对父母的感应之情 我认为这一次的访问应该说是陪着他 我想看他会怎么样弄一顿饭 他的心意最重要不是而不是他怎么做 怎么煮菜我觉得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一边煮的时候 他的爱他对父母亲的爱能够表达出来 这个是最重要 摸姐在电影《你迷你我爱你》中的角色深入人心 同时也获得了一向高要求的老公的赞许 问到今年可会有更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 他就回应指 就是现在上的那个 《雷迷雷我爱雷》之外 其他的剧本还在 还在谈 还在看 应该是 连终的时候会再拍一部 古天了坦言 自己会看过所有入围电影采取作票 但为了保持公平 现在就不便公开薪水名单 优报每天都会强迫自己看一至三部的电影 其实我告诉你我一天是一定会逼自己看三部电影 现在也是 对 对 有时候回到房间回到家 收拾机前 我通常都会看一部电影才睡着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